这样的吃法 你看 把面一煮 蔬菜一煮 哎呀等于吃了串串香 对吧 煮了方便面 吃了麻辣烧烤 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泰国的麻辣烧烤现在非常的流行 但是从来没有带大家吃过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这家店呢 烧烤的品种 有牛肉 鸡肉 猪肉 五花 鱿鱼 章鱼 还有一些海鲜 鱼肉 蟹肉棒 哇海蜇这个有点牛 品类还是挺多的 一个小小的店 他们家最大的特色 不是麻辣 他们家最大的特色是有 不光是烧烤嘛 它是烧烤加火锅 点了菜以后你可以吃火锅也可以吃烧烤 我今天是选择的火锅 它会给这样一个锅 然后有一些麻辣的底调 我打开锅盖给大家看一下 等锅盖里面熟了就可以烫了 这些是配菜 荤菜呢就是去那边点的 就是我点的荤菜 我觉得这个老板是个有文化的人 他应该去过中国 然后吃过串串 这个有没有像串串的感觉 麻辣串串 串串香 串串香已经烫出来了 看起来不错 这个蘸酱也还可以 现在放点蔬菜进去烫一下 第一次吃这样的泰式火锅 好好玩 这两年只要和麻辣有关系 泰国都特别的火 说明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神 好了我要吃吃看好不好吃了 又点了一份烧烤的 这个味道说实话 这家烧烤我有吃过 在南部来说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但是你要和曼谷比 曼谷有一家中国潮汕人开的烧烤 那绝对是YYBS 有空的话下次我拍给大家看 虽然说这个吃法有点山湛 但是说实在话 这个一种串串两种选择 则可以烤可以煮 还是不错的 这样的吃法你看 把面一煮熟菜一煮 哎呀等于吃了串串香 对吧煮了方便面 吃了麻辣烧烤 确实不错 好方便 简简单单又得一餐 光盘行动啊 还剩下最后这一碗 吃完就回家啦 好啦 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有机会过来可以试试这家小店 看消息 快点 是